这里要跟各位介绍就是生活中的氧化还原 一个常见的就是铁生锈 铁生锈呢氧化铁有很多种 我们一般常用就是三氧化二铁 所以呢铁加氧会变成三氧化二铁 请问你看到这个反应室啊 这个反应室就当然就没有办法 说失去氧的叫做还原嘛 因为没有人是去氧啊 可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谁氧化 那根据呢 根据有氧化就会有还原 所以如果A发生氧化 那就是什么 B发生还原 OK吗 那所以这样子看的话 谁是氧化剂谁是还原剂啊 所以谁是氧化剂谁是还原剂啊 帅哥美女 谁氧化谁是氧化剂谁是还原剂啊 还原剂啊 来 可爱的帅哥22 22也不在只有生 32 谁氧化谁氧化剂啊 氧叫氧化剂啊 请坐下 氧叫氧化剂 铁叫还原剂 有氧的叫氧化剂嘛 氧就有氧嘛 不是叫做氧化剂嘛 对不对 铁得到氧 铁氧化 自己氧化 所以是什么剂 还原剂嘛 还原剂是别人还原自己氧化嘛 所以呢 那我们讲过了 这我们以前有带讲过了 暖暖包 市售暖暖包 里面是铁粉 让那个铁氧化 然后放热 所以产生热量 让你觉得温暖 暖暖包 可是里面通常还会放 活性碳 盐跟水 那那个盐跟水 是为了让那个铁的反应 变得比较快一点 那为什么要放活性碳 有人会放智磁 或者一些别的东西 细胶什么这些东西 那是为了要吸水 因为你不能放 把水跑来跑去啊 所以为了把那个水包在里面 然后水包在里面 然后让它发热 发热 所以呢 盐巴跟水是帮助铁氧化的 活性碳呢 是把它 那个水能够包在里面 包在里面用的 可以 铁氧化 然后这个呼吸作用 孙悟老师加呼吸作用 吸氧进来 然后葡萄糖就分解 然后产生能量嘛 那你可以happy的活下去嘛 好 那这里面 看起来谁是氧化剂啊 谁是氧化剂 谁是还原剂啊 这个刚才很像嘛 对不对 刚才很 这刚才几乎是一样的嘛 有没有可爱小女生啊 15号 没有 没有15号 那看来女生好像都抽完了耶 女生 有抽完了吗 还有女生吗 还有个10号 10号 养效养化剂哦 请坐 这刚才一样嘛 有氧的叫养化剂 养就有氧嘛 所以养效养化剂 就是那个葡萄糖 还有 还有 漂白 漂白水 漂白作用有几种 那我们大部分的漂白剂都是用强氧化剂的 让那个 色素啊被分解掉 被分解掉 强氧化剂的东西 OK 漂白剂哦 你在市场的漂白水有两种 一种是氯系列的 次氯酸钠系列的 一种是氧系列的 双氧水这个系列的 次氯绿系列的那个漂白效果比较好 可是他就不适合洗那个有颜色衣服 会使得有颜色衣服褪色 那个氧系列的漂白效果比较差 那就可以拿来洗那个有颜色衣服 就比较不会褪色 比较不会褪色 漂白水就这样 氯系列跟氧系列 氯系列跟氧系列 氯系列的效果好一点 但是呢不适合洗有颜色衣服 氧系列的效果差一点 但是可以洗有颜色衣服 然后呢 漂白剂的使用要注意一些事情 放在阴凉地方避免日晒啊 然后呢 稀释的时候呢 可以拿来受杀菌消毒啊 然后呢 然后记得要戴手套啊 明天伤害你那幽迷迷北 泡泡的奶油桂花手啊 OK 之类的 然后呢 接触到大量氧系列 酸 这个是 以前都讲 就是类似的话都讲过了 然后呢 西式的漂白水了 可以下次用 那不要乱倒啊 以免污染河川 然后还有一件事要注意 柯南演过 密室杀人事件 那个酸的 简单一句话 厕所 有处方的东西 不要随便倒在一起 随便喇喇也会有问题 这种含氯系列的漂白水 如果碰到了酸的东西 会产生氯气 氯气是有毒的 以前看过一个网络的说法 有人教他用这个方法 就要杀老鼠在干嘛 就把他在里面弄 结果毫无法跑出来 自己参与死在里面 自己参与死在里面 因为氯气是有毒的 所以不要碰在一起 简单一句 就是你不要随便把你厕所 跟出发东西 随便把他给我倒在一段喇喇 那会出问题 会出问题 OK 好 那另外一个是二氧化流 通常来漂白竹筷子金针的 他跟别的不一样 所以有人会卡 他不是氧化剂 他是还原剂 他是还原剂 OK 他跟别的那个不一样 那个漂白水是 那个漂白水漂白是氧化剂 可是他是还原剂 不一样 所以你要记好 OK 然后这些叫做 天然的抗氧化剂 氧化剂就是你身体上的东西 氧化了就衰败了 就不好了 就老了 就再见了 那他是天然的 所谓的抗氧化剂 好 抗氧化剂 所以呢 是他呢 可以帮助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好 减少 减缓它的氧化 延长它的保全极限 或减缓一些其他的不好的作用 还有很多别的啦 像之前几年流行那个什么 艾滋味 不是艾滋味 讲错了 那个就是那个番茄汁啊 爪泥汁 因为它里面也是有它所谓的 抗氧化的成分 所以还有自由基 自由基呢就是一个激素的 激素电子的不成双成对的 因为它不成双成对 所以它喜欢去抢人家的东西 那抢人家就发生反应 就会使它发生衰败啊腐烂啊之类的 所以基本上自由基都是不好的 会引发一些慢性疾病啊什么之类的 我看过资料是说 只有一种肌肉基是好的 小通通都是不好 小通通是不好 小通通不好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不要它作用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会自然产生一些 抗自由基的东西 但是呢 然后也可以从食物里面得到 刚刚讲过那种天然的抗氧化啊 对不对 还有这个刚刚讲过的那个斑茄汁啊 因为它有一个茄红素啊 茄红素可以帮助我抑挡 抑挡这个好东西 好 那么它是单素的金素的电子 它把别人的电子抢过来 它就不好对不对 那假如电子好 那又到外面就好一点对不对 所以现在会流行负离子啊 什么电风晒也会吹负离子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希望这样能够帮助你身体健康 还有什么天然啊 瀑布的旁边啊 因为作用关系会有很多负离子 所以希望你多去野外走走啊 森林走走啊 吸收新鲜空气啊 做森林浴啊 然后吸收一些这些负离子啊 帮助你身体健康精神快一点 OK 了解一下就好 这个国三才教 这些电池电解也是利用所谓的氧化还原反应 我们国三就在教你 就是得电子跟氏电子 就得电子跟氏电子 在这边会教 那以后再说 这以上就是所谓的生活中的氧化还原